哈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杨梅古镇这里 杨梅古镇这里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里有 那个露营车在这里 不过一大早 他们已经开走了 杨梅古镇这里呢 是与他的明清建筑著名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他这些建筑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走 我们去看一下 走吧 那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到杨梅古镇的大门这里了 从大门进去呢 右边这里 就是这里 它有一个导游图的 那这个就是杨梅古镇的导览图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门这里 看来我们要一直走 走到这个 左江这里 然后再往左拐 左拐再往这边走 那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 这个明代明居和这个清代明居 我们待会去认真去看一看 杨梅三宝之一 沙高 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这里有介绍 味甜浓郁的米香味 哇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扬美沙高 随着左江水运的昌盛 远消东南亚籍两广 哇 看来这里 很久之前就做外贸了 这里有一家 千层米糕 不知道是不是 杨梅三宝之一 可惜现在还没开门 我们迟点过来看一看 走继续往前走 我老婆在这里呢 努力做视频 努力挣钱 印尼的老婆非常好 谢谢谢谢 这里有个状元房 进来不远之后呢 我们看到一个梁家巷 这种建筑风格 我走了这么久没见过 它这个圆宫顶的 然后上边有一个 葫芦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穆斯林 或者是本地的一些 建筑风格 它下面这里我看到 好多这个桃冠 桃缸啊 可以看出这些桃缸 年份已经很久了 你看 这些 都刮得成什么样子了 有意思 进来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主街这里了 这个门非常小的 应该是以前的门了 还有 这种风格的门 不用说了 现在很少人这样做的 肯定是很旧的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哇 怪不得这么多人来这里拍照 来这里做视频 或者是做电影 确实是热闹啊 这里 前面是一个市场 我们去看一下有啥 这个就是扬眉古镇的早市 人声鼎飞 非常有市场的感觉 并不像其他古镇一样 靠的是这个音响 喇叭 噪音音乐 并且这个扬眉古镇的早市 我发现这些消费主力啊 主要都是老人啊 看这些 头发都白了 很多啊 大家猜猜 他们在干什么 这些是什么 梅菜 羊梅三吧 梅菜 三燕三赛 哇 看来很好时间了 这个 怪不得能成为三宝之一 清代一条街 明代估计 还得继续往前走 现在这里是扬眉 蝴蝶堂 有点茶马古道的特色了 不过这里应该不是茶马古道 刚刚我们从金马街那里出来 出来之后往这边呢 就是美食街了 不过现在是白天 或者是我们来得太早了 还不怎么热呢 这里应该是 中午到晚上 更热闹一点吧 很多 但是呢 我们往这边走 这边有清代一条街啊 有明代明居啊 古闸门啊 所以的话我们 主要的目的就是看这些 旧明居嘛 然后我们去看看 果然清代一条街 往这边去 那 刚刚我们停车在这里嘛 一直往上走走 这里就是那个金马街的 我们已经往左管 到古闸门这里 古闸门 临江街 指的就是这里了 清代一条街 应该指的也是这里 我们上去看一看 哇 落叶 石路 有意思 明镜啊 真的有以前人少的时候 那种感觉 古老的街道 它这里有清代明居 明代明居 那我们一定要进去看看 哇 这个有点意思 明代明居 哇 这个有点意思 原来 有点意思 七柱屋 所以是这个 然后我发现这里 它的这个 门槛这里啊 除了它有这个 竖起来的 还有前面有两个 两个石头的 一般的话 只是在柱子这里 放石头就 但是前面也有 然后我进去看啊 还有一个非常有特别的地方 上面这里 嗯 它还会做个装饰的 有点不一样 这是一个小店 的地方 有一些小店 我们要看到 如果您能吃到 一种小店 可以做到 如果您要看 这里 第一次 可以和我 那些小店 还不一样 不一样 水 一样 两个小店 啊 感谢观看 我这样子一路走来 看到好多的老人家 他们都很开心 看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得非常舒适 确实 这里的话是古镇 但不像我们之前看到其他的古镇 稀稀洋洋 怎么样好看吗老婆 好看吗 好看呀 很长 哇 三戒庙 封顶特好这里 杨美古镇这里 除了刚才看了这个三戒庙呢 还有这个孔庙的 至于这个孔庙呢 有什么事去求孔庙呢 它这里是有写的 比如说 学业上的 事业上的 还有这个官运上的 它是去求孔庙 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要写呢 求子 求健康 求财的 解恶 消灾的 就是在旁边的这个观音堂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本地人的部分 精神生活啊 就是跟这个孔庙和观音堂 还有刚才的那个三戒庙有关的 但是除了这三个地方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 走 我们去看一看 那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要说的第四位了 天师钟葵 喜欢看电视的人 基本上都会知道的了 天师钟葵呢 属于道教来的 他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驱魔了 我们看电视 看他用符啊 用陶木剑呢 种种工具去驱魔 至于这样子拜天师钟葵的地方呢 我很少见 特别是在南方这里 离天师钟葵不远的地方呢 有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坟墓 这个墓碑上面呢 有写着十祖母 这种尊称不是一般人都能称呼的了 肯定是年岁非常悠久的 然后洛款这里有写 阳美乡 江西镇 巴马县 东南县 我的天啊 巴马县也在这里出现了 怪不得这里的老人这么多 说实在我在这里看到的老人数量啊 要比在巴马看到的老人数量要多得多了 并且这里的老人呢 他们的肤色大多都非常好的 人也非常的乐观开心呢 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看来这里的人和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非常的长寿啊 好了朋友们 杨梅古镇我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古镇的话 我觉得杨梅古镇一定不容错过 为什么呢 就像我前面说的 杨梅古镇这里呢 还保存着非常古朴的味道 还有的话 这里的人呢 他们也非常的纯朴 所以的话 杨梅古镇一定不容错过 好了朋友们 那这个视频先到这里再见